那叫格局 明白嗎 沒道歉那有格局 格局 格局 把命到我頭上還有王法嗎 他只是個海藏 咱們北京大男孩王小飛對徐家開炮開不停 終於在23日連發亮文宣告退場 不過小飛娘張藍似乎跟兒子的意見不太合啊 這不叫道歉 這不在哪叫道歉呢 這叫格局好不好 那叫格局 這就是北京爺們的格局 格局呢都是委屈稱大的 那不叫道歉 那叫格局 那叫格局 明白嗎 沒道歉那是格局 反正你在 黑寶寶你在那時候藍姐真的就給你急了 一個優秀的女性能夠影響三代 所以呢 讓你好好當媽 那叫格局 讓那個老傢伙也閉嘴 我也閉嘴 都別再撕了 他的意思呢 咱們呢 家事不可外揚 家仇不可外揚 那叫格局 寶寶啊 那不叫道歉 他不慫 他叫格局 那叫一個挺 老媽那挺 一個讚 來給王小飛讚一下 這就是北京爺們做企業的胸懷和格局 把命到我頭上還有王法嗎 他只是個孩子 或許是親娘發威 汪小飛接著把兩條微博又刪了 讓笑變甚深體會到北京爺兒們的格局 果然不一樣 另一方面 大S終於親自發聲在IG上寫出6點聲明反駁 老公聚聚業則妙讚挺愛奇 在聲明最後大S也祝福麻六季神藝新龍 只是汪小飛被曝已經退出馬六季股東行列 雖然仍仍執行董事 不免讓網友懷疑 現在又想幹嘛啦 那叫格局 明白嗎 沒道歉 那是格局